我們也來看一下大盤 大盤在今天曾經一度大跌 來到22418 22418是根本概念 跌了200點左右 對 今天其實就是說 整個現在亞洲市場 因為入股扛不住 所以全部亞洲市場跌 當然美國市場也是跌 所以等於現在是怎麼樣 整個風聲合理 本來是怎麼樣 覺得心頭好 結果現在怎麼樣 大家趕快跑 所以大家怎麼先跑一趟 從心頭好到趕快跑 對 沒錯 所以尤其是A股 大家知道A股今天 大家本來預估是怎麼樣 一字板鎖漲停鎖到底 我們以為是一開拍 全部都亮燈 對 來個上陣指數 本來大家覺得 我早上有特別看A股 有 早上試戳的時候是漲停 這些股都漲停 可是只撐了5分鐘 5分鐘之後就打開了 然後就開始跌 所以跌到現在目前為止 大概2點多對不對 跌幅只剩3% 大盤剩3% 不是不是漲幅 跌到漲幅剩3% 本來漲10% 現在只剩漲3% 就等於盤中跌了7% 那這個其實為什麼會做這樣的壓力 我覺得如果我們後面再來聊 最重要的是 昨天的美國市場 也有透露這樣的端倪 現在大家本來是怎麼樣 想要把什麼美國的資金 挪到什麼 挪到亞洲來壓 所以昨天市場出現一個非常重要的狀況是 美國的10年期公債殖利率 居然飆破4 那飆破之後呢 整個科技類股呢 基本上跌的東倒西歪了 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AVIDIA之外 除了AVIDIA之外呢 其實蘋果跌 蘋果跌了2.25% 對 紅色都是跌的啦 對 紅色都是跌的 美國都是相反 META跌啦 所以 特斯拉跌快4% 來 少數才看到綠色的對不對 綠色很少 所以我們回到剛開場的那張CG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國的恐慌指數往上飆高 來到了17.86% 代表市場非常擔心 那麼市場在擔心什麼呢 擔心油價暴漲 擔心中東危機 是 所以說現在會變成說 昨天的晚上就是 中東影響的油價 油價一往上拉之後 整個煩惱 對 煩惱 然後公債子率又往上拉 趕快就煩惱 為什麼 跟大家想的原來都不一樣 大家想說快速降機 沒有 公債子率往上拉之後 其實錢又回到什麼 回到美元去了 又來做拋股 那拋了股票之後 大家就知道 市場上原來是想說 我拋了股票之後 應該怎麼樣 我找台股或找雅股來塞 可是 我們本來認為這是一個資金 悄悄辦言 就是說離開美元資產的錢 會前進 連結中國或香港資產 對 但今天連香港中國資產 也出現了回黨 對 而且應該 那這個錢要到哪裡去 應該是這麼說 他自己的股民空不住 那怎麼辦呢 先不管到哪裡去 外資先做一件事情 先避險再說 先放空 先放空 所以說昨天是不是台灣大漲 但是很不幸的 大漲之後 外資的空灘 又來到了四萬兩千多塊 我認為這也是今天台股 主要的跌音 為什麼 因為昨天下午的盤 這個四萬多口 四萬兩千多口 一出來之後 整個台子股就下去了 其實昨天大漲 我們就發現外資也沒有買 也沒買 對啊 你都小買十幾億 所以說基本上 外資在冷靜 淡定 我提醒大家一個重點 來我把過去幾次 九月二號四萬口 八月一號四萬一千口 七月十八號四萬三千口 好像這一條天險 兩萬兩千點 基本上外資就不讓他過 而且每次出現四萬口空灘的時候 都回檔 對 四萬口空灘都回檔 四萬口空灘都回檔 那麼這一次會不會有複製歷史經驗 對 因為大家很怕四不過三 所以這是第四次 所以怎麼樣 先跑再說 所以我覺得 今天的台股是有點自己嚇自己 外資空了四萬多口 大家先撤再說 加上中國也回檔 所以今天的盤面 我說老實話 製作人跟我講說 我怕做拍子 為什麼 股也跌 債也跌 會是也扁 所以基本上 然後美元資產也跌 中國資產也跌 對 所以基本上今天盤面上 沒有什麼好的標的 但是我還是幫他找出來說 唯一是怎麼樣 營收有開出來的 你看 營收年增 對 營收表現好了 對 所以說現在開始 如果說基本面不錯的 就有機會 現在剛好公布是9月的營收 所以營收有拉 而且是暴增的 有機會 你看 青雲營收401% 啪 亮燈 系統當然跟這個中概也有關係 年增229% 啪 亮燈 好 那台藥我就留 這個年增51%還不錯 今天沒有漲停 但是他也是收紅 可是 阿關你知道 當大家在下的時候 你的營收又不好 哇 那就污漏 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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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營收年增減弱的 對 包括台郡 對 趙立 還有華通 都出現年減 對 然後你看今天的跌幅3% 4% 這個基本上你看華通 他也是什麼 直接一直往下 所以我認為現在的重點就是說 當美股現在回檔之際呢 資金要前往亞洲 可是亞洲市場要有新的主題出來 現在的題材還不清楚的時候呢 外資的空單就壓著大家打 所以外資解碼之後 空單解碼這個盤呢 我認為呢才會直穩